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一个多头的架构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 纵使有的时候有一些震荡 有的时候有一些回档 其实呢 他都是处在一个 相形整理的区间里面 那么未来呢 我良认为 现在融资水位这么低 融资水位不到1300亿 现在只有1200多亿的话 我觉得从筹码面的角度 或者从这个市场 散户的一个心里面呢 看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盘呢 还是可以做多 其实不只是大盘指数 还有很多的股票呢 未来都会有大涨的机会 那我们先来看哦 这一波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悲观 今天涨了121点 为什么很多人呢 还是没有感觉 为什么很多人还是看空 因为哦 大盘在11月1号的那一天 成交量呢 只有487亿 而这个487亿的成交量 就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接下来的一个媒体 报道的一个焦点 成为了接下来很重要的新闻 为什么 因为台股的周转率创新低 台股的成交量低迷 台股呢 出现的窒息量 还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僵尸股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11月2号 大盘跌了133点 然后接下来呢 又跌了71点 即使在上个礼拜五 大盘呢 跌了好几天之后 终于怎样 只跌了 涨了0.88点 不过成交量呢 也只有526亿 而且很多人对于这个行情 还是看坏的 还是看空的 对不对 可是我娘认为 整个大盘指数呢 它还没有形成 一个做头 或者做空 或者往下的趋势 而在最近呢 大家这么看空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哦 几乎你经常 就可以从媒体上面看到什么 看到一大堆的利空 对不对 看到媒体报道说 台股的10月 周转率创新低 是不是有很多人 不敢买股票 对不对 看到呢 这个台股提前过冬 遍地是僵尸股 看到说台股的人气 患散 陷入低量 有36档个股呢 是零成交 看到呢 这一个 到中国去挂牌的 惠鼎涨翻天 台股却冷收收 然后又看到 台股出现了自息量 下修的风险大 然后又看到哦 这个电油门重创希拉瑞 大家很怕川普当选 对不对 而且呢 万一川普当选 全球的股市呢 通通都下趴了 再来呢 我们看到 因为川普的民调领先 恐慌指数就进涨 然后又看到说 这一个防川普的黑天鹅 国安基金呢 国安基金 现在是揣在蛋 然后一直到 这个礼拜天哦 一样哦 有出现这样的报道 说台股的空头来袭 反向的ETF 量能大增 我现在要问各位的是 当我们看到这些利空 当反向的ETF量能大增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 空头来袭了 我问各位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机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王良认为呢 这会是一个做多的时机 这会是一个买股票的机会 所以 我没有因为说 之前有这么多的利空 然后我就鼓励大家 要把股票全部都卖掉 我就鼓励大家说 要去放空 我跟各位说 很多个股 它的位置不一样 也许在短线上 它的股价确实会调整 确实会修正 可是其实 大部分的 现在台湾的股票市场 里面的股票呢 它都还很便宜 那这个盘呢 经过了这么多的 利空的冲击之后 尤其哦 我们又看到哦 刚刚好在上个礼拜呢 反向的ETF 量能大增 然后媒体报导说 台股的空头来袭 今天的这个盘 是让所有 买反向ETF的人 大赚 今天这个盘 是让 这一个 因为看到空头来袭 然后呢 它就大跌 是这样子吗 并不是哦 所以针对这些媒体的报导 有的时候 网良认为我们应该呢 要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 我们尽量呢 不要受到这些媒体的影响 因为 确实哦 当大凡在跌的时候 这些媒体 它有火上加油 的一个 这个效果 它确实有可能会推波助揽 可是就会造成呢 跌的时候呢 会跌过头 甚至于呢 是超跌 甚至于让很多股票的价格 被低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哦 即使有这些利空 即使呢 反向的ETF量能大增 即使媒体报导 台股空头来袭 在那今天 大盘涨了121点 那这个盘 就算涨121点 还是会有人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今天 只有552亿的成交量 王良认为哦 买盘强跟卖阿清 其实呢 是一体两面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 散户持有股票的比例呢 越低 散户参与的程度呢 越小的话 其实这个市场 它的福尔就不会太多 对不对 它的卖压呢 很可能就不会太重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买盘 如果没有卖压 我告诉各位 股票呢 就会大涨 就像今天的大盘一样 所以整体的 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的卖压 其实是不重的哦 而且哦 做股票最重要的 股票的涨跌 它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 它最主要的依据 不是来自于外债的力量 而是在于持有者的心态 如果持有者的心态越笃定 如果筹码越安定 其实呢 股票就越容易涨 如果持有者的心态越浮动 越恐慌 那是不是就很容易跌 对不对 不用人家去放空 股票就跌了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哦 经过这么多的利空 今天的大盘 它能够涨121点 这已经证明了 台湾的股票市场 它还没死 上个礼拜五 大盘来到9048点 我相信 有很多 在9399点 翻多的 或者做多的人呢 它改变了看法 对不对 因为大盘呢 疑似破了底 疑似它做头 疑似要反转向下 甚至有些人士哦 之前 在大盘每一次拉回的时候呢 都在放空 结果创新高的时候呢 就去做多 结果呢 当大盘看起来 就被刺刺的时候 于是又怎样 于是又改变看法 于是呢 又想去放空 可是我能跟各位讲过 确实哦 这个盘的形态 的确呢 是不怎么好看 没有错 因为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之前天天都爱跌 对不对 而且还曾经大跌 但是呢 我们可以发现 大盘的成交量 并不大 所以整体来讲 它还没有到达一个 爆量反转的境界 而且有一点 很重要的是哦 现在 大盘的融资水位 我跟大家说 只有多少 只有1278亿 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哦 只有1278亿 那么 如果融资水位这么低 这表示 有很多的股票 你不要去管大盘指数哦 那表示有很多的股票 它们也是处在一个 低融资的状态 对不对 它们是处在一个 低融资使用率的状态 也就是说 这些股票其实呢 从筹码面的角度 应该是可以买 只要股票不会太贵 那整理整理整理 震荡震荡之后呢 它应该就有机会上去 这就是我们对大盘的看法 那你们再看下去哦 上个礼拜五 大家都很悲观 对不对 没有量 然后川普又有可能会当选 然后又有一堆利空 然后呢 大家又嫌这个台股太弱 对不对 结果今天哦 今天这个盘 收盘的时候 涨了121点 过了一天 过了两天的高点 过了三天的收盘指数 所以大盘跌到9048点 这并不是一个 应该要悲观的时候 这并不是一个 应该要做空的时机 确实有些个股 它会修正 股价本来就会调整 涨多的会拉回 跌正的会反弹 但是呢 整体上来看的话 其实大盘 它是处在一个 震荡的区间 对不对 那么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融资水位 它创新低 表示 如果我们把它看作 是一档股票的话 那整体的筹码面 在这个整理的过程里面呢 它是不是越洗越干净 它是不是把符合 越洗越多 而且呢 它的成交量 还蛮少的 那么 只有在筹码很安定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呢 用很少的成交量 然后大涨 然后过高点 所以对于这个盘 基本的架构 王良认为呢 未来还是会涨 未来的趋势呢 还是会向上 而且在这里 我跟各位讲过 有些股票 我认为 它们在低档 我认为它们股价很便宜 我认为它们其实呢 趋势呢 也是开始转折向上 比如说 比如说像这个友达 友达虽然最近几天呢 没有太大的表现 但是呢 他也没有往下破底 对不对 比如说 像这一个精英 涨上来之后呢 出现拉回 拉回之后呢 进行整理 但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往上的哦 那接着哦 包括像这一个茂迪 茂迪经过的修正 经过的利空 目前呢 是在低点附近做震荡 那在最近来讲 有一档股票转强 这档股票 是我们会员手上的TPK 为什么你要特别去谈这个TPK 因为哦 我认为哦 我认为 很多人 看到TPK 就会害怕 因为很多人做TPK 都没有赚过钱 可能都赔钱 因为之前的股价都在跌 对不对 可是 它的一个股价的趋势 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转折 是不是已经产生了扭转 当股价跌到了四十几块的时候 很可能哦 它的所有的利空消息都反映了 而且反映过度了 所以股票呢 它反而涨上来 对不对 反而在今天 TPK的收盘价是51.8 是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而它要收在今天的最高点 它的成交张数 5678张 差不多呢 只有上个礼拜五的一半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目前的TPK 其实它的筹码面 还蛮安定的 而且如果越多人 不相信它会涨 越多人觉得它不能买 我认为它反而在未来 会有越多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下个介绍回来 针对这一个中域 还有针对浩顶 今天这两档股票都破底 可是呢 我要告诉各位 我还是看到中域 我还是看到浩顶 为什么 今天所有的人 都来批评浩顶 为什么今天所有的人 对浩顶呢 都投以负面的一个眼光 我还是要看到它 如果你想知道 为什么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回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做多做空 短线交易灵活进出 无往不利 入会专线 明儿2752-5868 2752-5868 全东东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待进一定败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败出 陈东东库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无利 陈东东库值得托付 零儿2752-5868 嘿 各位看官请注意 购买桶装液化石油器 要与商家签约保全益 如果商家拒签约 您向别家购买才合理 签订契约好处多 寡司重量不缩水 残契用盛可退费 避免纠纷免征议 未来如果不再买 还可退还保证金 契约可至消防署网站 公契契约专群下载哦 内疗部消防署关心您 今天大盘涨了121点 它是有稍微的去反映 反映这个美国大选的一个因素 不过梁认为哦 其实呢 究竟是谁当选哦 对行情的冲击力呢 应该都不会太大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哦 如果呢 是担心川普会当选的人的话 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 恐怕呢 已经把股票都卖了 对不对 甚至于呢 还会去放空 那你说真的有那种 期待希拉蕊会当选的 这一个买盘存在吗 坦白讲也看不太出来 而且今天呢 只是大家不卖而已 那稍微有一点点的买盘 行情就上去了 对不对 位置也不用买很多 就涨了121点 所以我要讲的是呢 这一波 根本哦 根本哦 就没有太多的 期待 这一个希拉蕊胜选的买盘 下去买股票 先去卡位 没有人去卡位 那你说 针对川普的这部分呢 因为怕川普当选 然后去卖股票的 我觉得还比较多 对不对 担心不确定因素的 还比较多 那选举的结果呢 当然只有两个嘛 要嘛就是希拉蕊当选 要嘛就是川普当选 那如果是希拉蕊当选呢 我认为 这个行情呢 基本上来讲 它可能呢 会稍微开高震荡 整理整理之后呢 回到原本的一个轨道 那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 那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利空嘛 那很可能就会先 稍微先开低 那开低之后 其实大家会发现喔 这个卖压 其实不会持续 因为之前就先反映了 所以呢 所以开低之后呢 整理整理之后 它还是会上癌 而王良认为喔 不管是谁当选 对于整个大盘 长期的发展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 负面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都是用 正面的态度来看 这一次选举的结果 所以王良还是会做多 那么在今天喔 王良会员手上 有两支股票呢 它破了顶 一档叫做中域 一档叫做浩顶 今天的中域呢 收盘价是176块钱 浩顶呢 是274 那这一波的中域股价 拉回的幅度 也蛮大的喔 包括这一个浩顶 也跌得很深 那这两档股票 其实王良认为喔 他们都是好公司 但是呢 但是在今天 很多人去批评浩顶 为什么 他说浩顶 没有基本面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喔 的的确确喔 浩顶呢 它是没有基本面 但是那是因为喔 如果你是用 现在一般人所熟知的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EPS 然后呢 本益笔 然后呢 营收 然后呢 获利 用这些数字 去看浩顶 或者去看中益的话 那确实呢 他们是没有 这一个基本面的 但是没有基本面 那也不见得是个利空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就不会有 基本面 恶化的这种消息出来 对不对 可是大家呢 还是不敢买 大家呢 还是这个 对于这一个 耗顶呢 还是非常的看空 我来跟各位讲喔 没有大家所认知的 基本面 不代表 他这间公司 没有他内在的价值 我认为每间公司呢 都有他内在的价值 很可能是没有办法 用一般人 所认定的那些标准 去衡量的 那这个内在的价值呢 随着股价在往下做修正的时候 很有可能怎样 很有可能会被低估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益 跟现在的耗顶呢 他们就是呢 价值呢 严重的被低估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价格偏低了 所以随时都有机会呢 往上反弹 甚至于是大涨 那么以这个耗顶来讲喔 最近股票之所以拉回喔 媒体在传喔 我们来看这里 听说又有凸因 所以导致耗顶的股价呢 跌破了300块钱 創下14个月的新低 那有了这些利空喔 他确实 对股票产生这个冲击 对不对 而且呢 大家往往都会认为说 他又没有EPS 你看很多很多在解盘的 盘中节目每一个 讲到破顶的股票 就要把耗顶拿出来骂一骂 对不对 就说他没有EPS 就说他没有本益比 就说他没有营收 我告诉各位 耗顶 他最大利空是什么 就是今年的2月 解盲失败而已 可是这不意味着公司 没有价值喔 可是大家现在对耗顶的看法呢 几乎都是负面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 都把焦点去锁定在哪里 锁定在这个OBI822 如果OBI822可以成功 这个公司可能就会涨 如果OBI822 还要再进行一段时间的一个实验 那恐怕呢 这个股票呢 就要往下做修正 对不对 但他到底有没有价值 而这间公司 耗顶是真的只能够用OBI822 去做衡量吗 我认为 OBI822确实是很重要 你们来看这里 我们看这边喔 这是最新的一个报道 浩顶公司旗下的抗乳 来新药 因为这是大家的焦点 OBI822 美国临床的三期实验设计呢 已经在10月中旬 向美国的食药局 FDA 送件申请临床许可 如果获得许可 等到FDA通知之后 就可以进行搜案 也就是 这也是该公司从今年2月间 OBI822解盲以来的最大进展 那浩顶他也证实 他将在近期启动OBI822 在乳癌跟卵巢癌之外的 另外4种癌症的二期临床实验 包括胃癌、肝癌、大肠癌 跟肺癌 预计先申请台湾的二期临床实验 后续也会在美国申请二期 各位想想看 这个是大家针对OBI822 因为他的三期还没有过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有疑虑 大家会害怕 所以他就也折损了 这个浩顶在大家心里面的 一个价值 可是浩顶的价值 并不是只有在OBI822 还有很多其他的 有关于癌症治疗的 这一个方面 或者还有其他的 能够更快的 这个更快的去抢到 这个商机的一个方面 各位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 我要解释给你听 你们再看下去 现在浩顶跌到272 因为最主要的 当然就是看OBI822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我们来看这里 浩顶还有什么 它有一个 叫做OBI858 叫做肉毒感菌素 那这个肉毒感菌素呢 是肉毒感菌在繁殖的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神经毒素蛋白 此药品除了广泛用于医学美容之外 也用来治治疗 激张力不全 邪式严重医下出外 以及偏头痛等 疾病等医学用途 一般估计 到2018年呢 全球的 全球的肉毒感菌毒素 销售额会达到43亿美元 那么由于呢 肉毒感菌的毒性强 制造工厂 规格必须严格规范 所以到目前为止哦 只有少数的公司有能力生产肉毒感菌素 那么台湾的耗鼎 评估呢 已经具有生产技术水准跟设备 决定要投入肉毒感菌生产计划 这个计划名为OBI858 初步成果证实 所生产合乎欧洲药典规范 那目前已经进行临床前的实验阶段 所以耗鼎的价值 就不是只有在OBI82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的是OBI858 肉毒感菌素 再来哦 还有什么 它还有这一个 这个也蛮不错的OBI888 癌症单株抗体免疫疗法 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有些人哦 他使用这个赫癌瓶治疗失败 或者复发 那未来呢 可以尝试什么 使用OBI888 来治疗癌症 再来哦 它有一个糖晶片 叫做OBI868 这个是癌症的检测 的一个晶片 因为现在癌症呢 多采用组织切片等 侵入性的方式 那对早期癌症的诊疗效果呢 十分有限 所以要发展什么 低侵入性 而且更早期诊断的 癌症检测方式 那就是呢 近年来医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也就是会发展这个糖晶片 也就是OBI868 那OBI发展的糖类合成系统 OBI868 我告诉各位哦 它是利用哦 特定糖分子当作探针 来探寻人体细胞可能存在的癌病变 简单非侵入性 而且能够更早检测出癌症的特性哦 而且也符合癌症诊断的期待跟主流 所以呢 这个OBI868 目前也进入了临床实验的阶段 各位想一想 今天很多人 都觉得说 OBI82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成功 对不对 都会觉得 像浩鼎这间公司看起来 它一点价值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呢 我能刚刚跟大家谈了哪些 跟大家谈到了 这个OBI888 跟大家谈到了 OBI858 对不对 还跟大家谈到了糖晶片 所以我认为 浩鼎是有价值的 而且它现在呢 它的价值严重的被低估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产生大反弹 王良在这个 有机会呢 还会再带会员进场去做加码 如果你想拼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 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只有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